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哎呀你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HelloDella你好大家好 最近我在免費報紙AM730裡面 看到有一篇文章 就是說食衛局研究有效使用的醫療券 行政長官在日前表示 醫療券使用率達到九成 但是未發揮到分流的意願 無法減輕入院和入急症室的人數 要求食衛局那邊全面去做一個檢討 食衛局局長陳兆史說 在英國回來後回應 有關方面的檢討已經差不多完成了 主要檢討方面 就是指現時醫療券使用的情況 是否達到原有的目的 局方即將公佈檢討的細節 以及濫用公營醫療的情況 做一個解決的措施 局長也繼續指 當初推行這個醫療券計劃的目的 就是希望針對 不包括住院的基層醫療服務 以舒緩公營醫療服務的壓力 但當局已經和使用者和服務者 提供了持份者的溝通 檢討醫療券使用的情況 研究出更有效的使用醫療券方法 另外當局也會預防在疾病方面下功夫 這個醫療券其實已經有一段時間 最近也聽到一些新聞報道裡面 有人用醫療券和原先政府訂立出來 減輕急症室入院的情況 但卻沒有 反而多數聽到長者拿去配老花眼鏡 或者拿一些很貴的眼鏡 甚至乎最近就聽到 去買了一些深容海味 那方面來用那個醫療券 就不是好像局方最初 就是想減輕了分流的問題 醫生你在這方面覺得 有什麼見解和意見 我相信大家都在最近的傳媒裡面 都看到相關的報道 我們過去政府採納了一個醫療券 長者醫療券 希望每人每年有兩千元 是的好像現在加了 最近好像都加了好像去到四千元 我知道他們累積的 兩千元 兩千元 即是可以儲到五千元 最高是應該他們可以儲到五千元 不過應該好像加了 不止兩千元一年 那就可以儲到五千元 即是不要再儲下去了 是的 這個原意就是希望 因為大家都知道 長者患病的機會應該比較多 不想長者去排隊去看醫院 在那裡 輪階診 希望可以減低政府醫療設施的壓力 意思是你可以看街邊的家庭醫生 原意是這樣 連給中醫也可以用 很公道 中醫也可以給你用 西醫也可以用眼鏡 甚至乎是一些身體檢查也可以 是的 即是很廣泛的 發言結果呢 是用的人有沒有呢 是有 90%用 不是沒有人用 是很多人用 大部分都用 90%用了 但是呢 對那個原初 希望他 舒緩那個 公營醫療的 使用的壓力 是完全是沒有作用的 是的 如果以現在這個 這個新聞的報導出來 就是怎麼說呢 都完全沒有減輕到那個 譬如入院 或者是去急症求診 那些分流的人數 好了 那大家想想為什麼 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 錢就用了 不是沒有人用 90%的老人家 給他用 他都用完的 正如你所說 真的很多人 是覺得自己沒有什麼病 需要去看醫生 一不是個老人都有病的 那他們呢 就結了 怎樣最簡單呢 就是配眼鏡 我最近認識一個朋友 在外國 就是在外國住的 是 但是他深刻 他就回來香港 都想利用這個 那他就說 他會派人去搭配眼鏡 不是他需要眼鏡 他是沒有需要的 這樣都賠 就去搭配眼鏡 意思呢 就是 有個捐在這裡 用了它 免費洗 為什麼不用呢 是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類的政策呢 是採取一些所謂叫做 第三者付款的制度 是經常呢 是被人濫用的很厲害 那在美國呢 政府都有叫Medicare 那就是通常呢 給那些老人家用 嗯 那還有Medicare呢 就給那些窮人用 是 不是說老人家 就是這個早期 那現在不是奧巴馬care 那另外一個制度出現了 那早年呢 就是很多年前呢 就一直都有Medicare 給窮人用 Medicare給老人家用 發現呢 起碼 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錢 是被人濫用的 OK 其實呢 問題就出自就是 這些這樣的制度 所謂叫做第三者付款 的基本問題在哪裡呢 為什麼會被人濫用呢 就是本質就是第三者付款 就是買Insole那些 在第三者付款制度 那個運作是怎樣呢 供應商或者供應者 就是醫生啊 牙醫啊 或者什麼 它呢 是 決定 使用者的需要 就是病人的需要 而如果使用者 接受者呢 那個病人呢 是不需要自己付錢的 那就是 你做生事這樣 就是不要用醫療了 我是供應 我賣東西給你 是 叫你給服務給你 服務者是話事的 而你是受惠者 你是接受這些服務 這些工序 你是不用銀河包的 那你自己想想 是一定會怎樣 雙方都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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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就是肯定的了 所以任何地球上 世界上所有這些制度 通常都是出現濫用的問題 好了 所以我們要一個有效的醫療制度 第一件事呢 一定要令到那些人 是不會濫用 你要自律 但是人性 人性是很難用的 怎麼會自律 有免費錢給你 你怎麼自律呢 是 所以你知道 是靠自律 靠道德觀 靠教育 靠宣傳 是不會有效的 OK 是沒有效的 全世界都沒有效的 所以你看到 在很多這些國家 有這些所謂 公營的醫療制度 例如英國也好 加拿大也好 都是出現了公不應扣的 加拿大很多的人 想接受某種醫療的手術 要排長龍 結果一些加拿大 就去美國了 自己銀行包給了 發派手術 英國也是 很多是排大隊 排大隊 香港也是一樣的 好了 問題呢 出自哪裏呢 第一 你說不夠用不夠用 那你是不是 放多些錢下去呢 扔多些錢呢 其實扔多些錢 都是沒有用的 問題不會說 可能錢不夠 醫療設施多些 醫生多些 醫院多些 都是沒有用的 因為有些人會做一些很無謂的手術 無謂的治療 是吧 所以你看到 第三者付款的醫療制度 全世界都沒有成功例子 全部是失敗的 好了 如果我們要設立一個 真正有效的醫療制度 一定要包括 如何避免人家會濫用 即是你的方案 設計方面 一定要有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這個元素呢 是令到沒有人會濫用 起碼用家不會濫用 OK 那用家不濫用 供應者都不能用 是 所以 你只能夠記住 你一定要設計這個方案 是令到人不會濫用 他不可能濫用 好了 那 怎麽樣可以令到人不會濫用呢 自己付錢 記住 自己付 好了 其實你要想真點 如果你自己 不懂得照顧自己 OK 採取一些很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導致自己病了 接著醫療費用 不是自己付的 是別人幫你付的 是其他納粹的人幫你付的 其他現疏公司 其他工現疏公司 其他工現疏公司 那些人幫你付的 即第三者幫你付的 那你可以看到 是會不會令到你 自己 反省一下 你會不會 就是 檢點一點 在徹底健康的問題 方面去 努力 去減低自己患病的機會 你是不會的 你可以看到 全世界都出現的問題了 還有一件事 就是因為你不是要你自己直接付錢 你會傾向於採取一些醫療的方法 給多錢 即是別人已經幫你付了 譬如有些選擇 如果你說去看西醫的醫療 是香港納粹幫你付的 但我要你看自然醫療 你自己銀行包庇的 那你會傾向於採取什麼 你要用什麼 你一定會用一些 別人已經幫你付了錢的方法 你不會用一些要自己銀行包庇 雖然別人幫你付錢的方法 對你的病是完全沒有幫助 令到你的病是指力越越加深 將你成為一個長期病患者 雖然 你可能都知道的了 而相反呢 如果用自然醫療 你要自己付錢 但是有機會 令你徹底改善健康 享受人生的健康 但是你要自己銀行包庇 一般人會怎樣做呢 一般人第一 不明白這個道理 不明白不同的醫療 用藥的醫療和自然醫療 是很大的分別 那他也不知道自然醫療 原來這麼有效 那更加會走哪條路呢 是走一個別人幫你付錢的方法 是的 他們不用負擔 好像現在正在用的方法 現在這個制度就有這個問題了 OK 那現在這個制度呢 是叫第三者付款的 就是會 那些人呢 就會 第一不要說濫用 他 令到他呢 會用一些 未必對他真正有效的方法 OK 所以你看到呢 所以現在的醫療的制度呢 就逼一些人呢 是用一些已經給了錢的方法 而這些我們叫做對抗性醫療 是已經在醫學上供應了呢 是只是對文明地方生活的人的 某類的病 譬如通常 創傷啊 意外啊 流血不止啊 或者一些必要的開刀 那這個通常佔多少呢 是轉文明地方生活的人的 需要的醫療的問題呢 是十分之一的 就是十個百分之一的 而其他那些 一般人的那些 所謂的生活方式病啊 慢性病啊 那些東西呢 基本上呢 現時的對抗性的西醫藥物方法呢 是完全無效的 好了 但是因為 因為這個方法呢 是政府出錢的 是 當然是認同的 是吧 所以這些人呢 就會 不知不覺之下呢 你會傾向用的 就是某程度上 你會被迫用的 是吧 好像沒得選擇 因為 因為那些人會用一些 是人家已經給了錢的方法 是吧 不用自己銀行包的方法 是 所以這個方法呢 是對它是完全是無效的 是只會令他身體更加差的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現在這個情況呢 雖然政府用了很多很多很多錢 是供應醫療 在美國差不多用的醫療費用 是多於美國用的軍費的 最近1.7兆億美元 而那個健康問題呢 是一點都沒有概念 只是越來越差 其實很簡單的 因為它用的方法呢 是對大部分百分之百十的人的病 是無效和有害的 你要明白這個原因 這個原因的起 那個原因的起 出現呢 就是因為我們採取第三者付款的了 那就是等於這個所謂的醫療券 這個醫療券呢 就屬於第三者付款 雖然各限於老人家 那麼你看到呢 結果呢 錢就用了 效果就拿不到 那麼這個問題呢 那這個問題呢 只不過是縮型的問題 真正整個大的醫療問題呢 都是同樣是一個同樣的問題來的 原因就是呢 他們根本呢 是未能夠製造一個有效的醫療的制度了 那麼我們地球人 包括香港人都是在這裏 所謂在這裏受苦 那些錢就用了 但是那些健康值就越低了 那麼我們呢 聽了剛才袁醫生 分析了為什麼呢 就是都幫了局長 希望局長都會想一想到 聽到這個節目 那麼就知道了 其實這個呢 他出醫是想幫到一些基層 或者是幫到在醫療上面的負擔的壓力 其實呢 又未必做到這個效果 好 那麼我們呢 剛才袁醫生已經提出了一些的原因出來 那麼下一節回來呢 其實我們又可以看一下 袁醫生在這方面呢 有些什麼的解決的方案 給大家去參考一下 那麼我們現在這節時間差不多 一會兒我們回來繼續是 自然療法與你 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長者醫療卷失敗的原因 以及如何設立有效的醫療制度 陸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 歡迎回來第二節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今天的題目就是 長者醫療卷失敗的原因 如何設立有效的醫療制度 上一節我們也提及過 長者醫療卷 原來遠自在曾蔭權做特首的時代 已經訂立了出來 初初每位長者每年大約200元左右 現在已經增加到每位長者 有二千元一年 還可以讓他們累積到五千元的金額使用 但很明顯 所花費的金錢 也可能數以億計 但很明顯 正如剛剛袁醫生提過 這種是第三者付款的醫療制度方法之下 很明顯是不成效 因為避免不了服務提供者 或者使用者的濫用情況下 最近新聞我們也提過 真的有人濫用了這些醫療券 在上一節完的時間 袁醫生也有提到 希望袁醫生給予一些解決方案 看看大家參考一下 應該是如何進行政府 想照顧大家全面的健康方法 簡單來說 現在第三者付款肯定是受到多方面的濫用 因為不是自己的錢 所以很簡單 你要避免這個問題 你一定要製造一個制度 是要你自己全盤 為自己的健康問題負全部責任 即是說 如果這個制度 一定要那些人 是自己出錢來調理自己的 就是醫療自己的 因為是你的問題 你做出來的 除了醫外那些可能 大部分的健康問題 都是自己的飲食方法 生活習慣做出來的 那為何要別人幫你治療呢 如果你自己弄壞自己的身體 所以是很不公道的 很不公道的 全世界沒有制度會這樣做的 除了醫療是這樣的 所以第一件事 我們就說 我們有效的制度 一定有一個重要的元素 這個元素就是說 用者病人 是一定要為自己的健康全盤負責任 好了 如果我問 我跟人來談這個問題的時候 有沒有人會反對呢 是自己為自己負責任 是不可能有人反對的 很公道的 在道德方面 公道的考慮之下 其實不可能有人反對的 你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 有沒有問題 是應該沒有問題的 但當然有些人 想想好像不是這麼簡單 背後有些東西的 譬如有些人真的窮呢 真的窮呢 難道他有病 不理他 他扔到街邊 有他死嗎 所以 這個制度 也都要照顧這些問題 你不可能說 那些人真的 他不是不想做 他不是不想付錢自己 但他真的窮到負擔不起的 我們都需要 照顧他們的 在文明社會 委員都是在做這些事情的了 有能力的人 都會在某種程度上 照顧在社會上 沒有能力照顧自己 沒有能力生存的人 我們都是這樣 這個文明社會都不會 將他淘汰了 處死 不會的 所以有效的制度 一定要做這件事 但記住 最基礎的概念 是你要為自己健康 全盤負責任 記住 你先記住這個大前提 好了 那怎樣做呢 具體來說是怎樣做呢 大家可能記得到 我在2008年 曾經參選立法會競選 那時候我有一個政綱 這個政綱裡面 是很詳細的 講出香港多方面的問題 醫療問題 教育問題 法律問題 怎樣去解決 大家有興趣就可以 進入我們的網址 就是www.betterhongkong.com 你在那裡 你就可以看到我 整個政綱的內容 好了 那說回 好了 記住 成功的元素 一定要包括 你要自己為自己的健康 全盤負責任 怎樣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而令到那些人 是真正不行的人 都有人照顧 都要社會照顧 OK 那我就建議 在這個政綱 我建議 就是用一個叫做個人保健儲備金的制度 個人保健儲備金做 簡單就是這樣 譬如 這是一個預留的項目 譬如 政府為每個香港市民 預留港幣一筆錢 譬如十萬元 簡單來說 十萬元 這個儲備金 即是你出生的時候 香港公民 就會在你的名額 政府就會有筆錢給你 十萬元 這樣當它 那些不儲備金 每個市民 隨便可以用在自己 認為最好的治療方法 即是 任你隨便用 你可以用中醫也可以 去看制衣也可以 自由選擇 坊間那些所謂無醫也可以 因為是你自己的錢 你可以自由隨便用在自己認為 當然這是一筆錢 你慢慢地會一直這樣用 好像人說 不是很多人說一身不看醫生 不需要醫療的服務 慢慢地會用 譬如你某年用了幾千元 某年用了幾百元 那你一路一路用的時候 這個儲備金當然會慢慢減少 那當你的儲備金 一路一路減低減少 那時候 如果你有能力的 譬如你有工作能力的 那你應該在你的工作 賺到的錢 是要付一筆 是補回去的 即是在外國很流行 譬如加拿大歐脅 你都要付出的 你要付出的 是 是 老闆都會幫你出些 你就出些 不如可能 當你有能力的時候 那你的工資 那你的工資方面 拿你1% 2% 或者3% 這樣 是用這個 預留了的 金錢之下 你就去 用在自己的 需要身上 那你建議 你會你想到 ashi 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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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你成長小的時候 看醫生 看中醫 治療ted away 們anna 那你10萬元 你慢慢慢慢一樣 少子 由於你在當時 用到極少 40%, 年輕人家 不會長大 之後 如果你成年 外面找工作 要到大學 去工作 那gest 到你10萬元 可能會兩、三萬 在這個情況下 如果你有賺錢能力 你應該開始補回 每個月可能1% 2% 3% 可能都是幾百元 可能是一千元 總之你有能力的時候 你要放回去 放回去 放回去 好了 最多去到填滿了十萬元 譬如到你二十多歲做事的時候 你只剩下八萬元 你就慢慢貼 供到十萬元 你就不用再供了 你記住 做法其實很簡單 你可能給幾個% 1% 2% 3% 那你供回去 如是者 如果你繼續要用 那儲備金額那些錢給你用 可能你的一六年紀大了 用的需要就多了 十萬元可能給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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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用完 譬如有一個很突發的問題 你的手數是幾十萬的 那你那十萬元是不夠用的 那在這個情況下 當然政府納稅人就會幫你全面處理 其實跟現在沒有什麼分別的 照應會做的 照應會幫你的 好了 當你康復你有能力的時候 你可能是負十萬 負二十萬 在你的能力範圍之內 你都要付的 譬如你的月薪可能只是一萬元而已 不要緊 那你每個月就供回五百元 最高的那個限打 設定了 那你五百元也好 那你照樣付的 但是如果有些人 照顧自己很好 他這十萬元呢 在他人生都要用不完 因爲你要照著照著 但是你也有十萬元 那那時候怎麼算enesiod 不行 那為了你摸擾這筆錢 那有些人會說 與醫生會夾訓 大家洗進去吧 也不想這樣出現 那那這筆錢是怎樣呢 是會給你 即是你死了之後 都是給你 當作為遺產 遺產你可以做自己的安葬費 或者是染防的費用 或者是給家裡的後一代的遺產 那你現在想像這個制度 這個制度是全面照顧你的需要 不是不會幫你付 如果你真是不幸運 是不夠錢 我們都是會幫你付的 但是整個你一生的過程之中 你在花的是什麼呢? 是自己的錢 你記住 你在花自己的錢 每一筆錢都是你的錢 不是一個公數裡面是抽出來給你的 嗯 好了 當你花的錢是自己的錢 你是不是會小心點用? 是 當然會 你起碼不會濫用 感慎一點 你不會濫用它 是啊 因為濫用的錢都是 都是別人的錢 日地 那當然不會濫用 所以這種個人保健儲備金的制度 肯定是起碼可以減少了濫用這個問題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單是用這個個人儲備金的制度 是否解不解得到醫療問題呢? 是都不足夠的 因為都不足夠的 還有一個方案我們一定要加下去呢 就是我們一定要有一個醫療保健選擇的自由 那這個做法呢 最好就是在基本法裡面 因為基本法沒有這樣的項目的 是 那就是說呢 我們在基本法的權益裡面呢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醫療保健選擇的自由 就是說呢 病人可以選擇 所有坊間或者地球上有效的方法 不可以有任何的法例 是禁止你 是不讓你用這種方法 第二 醫生也都同時有個選擇的 因為醫生的醫療的工具可以很大的嘛 是不是? 不是局下醫院你只會准你開刀 只是用化療 不需要不應該是這樣的嘛 那所以呢 如果我們在我們的基本法呢 加上呢 有一個醫療保健選擇的自由的時候呢 那成為我們的基本權利呢 那變成了呢 好了 我們有很多開放的醫療 不會說受很多我們的掣索 很多我們的醫療的條例是控制了 在資訊上控制了 那現在目前有些什麼的醫療條例呢 要看到呢 就是那個藥劑業和毒藥的條例 那現在那個條例呢 是將基本上所有進口的東西呢 能夠更改條理 那些矯正或者恢復任何器官功能呢 都叫做藥物來的 那其實呢 一杯水和一個水果呢 在這個定義之下呢 其實都是藥物來的 是的 那變成了很多時候呢 如果那些人想採取一些食療的方法 或者某種營養產品的方法呢 這種方法呢 因為它並定為一種藥物呢 那變成呢 它的銷售方面呢 是受到很大的限制的 OK 所以這些這樣的條例呢 一定要改的 那我在這個證項已經改了呢 就說呢 加一行很簡單而已 在C行呢 除了食物自然草藥 和營養補新之外呢 就不應該 列為呢 是一種藥物 那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不良醫藥廣告條例了 有什麼問題呢 是的 現在目前的所謂不良醫藥廣告條例呢 基本上 將基本醫學教科師所說的 超過90%的問題呢 都是作為一種醫療問題呢 是不准有任何的廣告 聲稱會有療效 這個表面看 是覺得不良醫藥廣告條例 一般人想不良嘛 即是做假廣告 是的 其實這個條例不是這個意思的 這個條例就是這樣說呢 就算你證實這件事是有效的話呢 是科學證實了呢 你都不可以說的 這個是真正背後那個人呢 是看不穿這個條例 那是真正的原因來的 OK 那就是說呢 本來這個條例 現在的目前呢 是禁止所有其他的醫療方法 有效證實了呢 都不能夠公開做廣告呢 是告訴大眾知道呢 我們有這種的方法 我這種的食療 有這種的療劑 這種的營養補充劑 這種的儀器可以治療你的糖尿病 可以嗎 是不准說的 包括你證實 證不證實是不考的 另外一回事 總之你不准說 好了 如果在這種條例之下呢 那些人有怎樣拿到資訊 知道有其他有很多的方法呢 那是無意中中限制了他的醫療選擇 因為第一 政府不讓這種醫療的資料出現 因為用過不良醫療廣告的條例 是打壓他嘛 所以作為一個醫療消費者 是不是無從選擇呢 因為他都不自由的嘛 就算有效也好 他都不會得到這個正確的資訊的嘛 所以我知道呢 我們一定是要實行到 醫療選擇自由 那怎樣去幫助這個醫療選擇自由呢 就將這些過去的惡法呢 是全部全部要廢除他的 還有要更改他的 OK 那過去呢 就有這些的 那個食物藥物的標籤的規例 那其實很多食物呢 它標籤那方面呢 你不可以說這種的食物呢 是對某種的健康問題呢 是有幫助的 你不可以這樣標籤的 很多人都不明白的 是呀 他經常以為呢 標籤法呢 是不可以亂的寫的嘛 是 但其實呢 那條例呢 是說呢 就算你的政策是可以的 你都不准寫 總之是不准寫 那結果怎樣呢 那一般人 要選擇的醫療工具的時候 他是沒有資料的 是不是某個程度上 限制那個醫療選擇 好了 還有呢 我們現在 政府已經在考慮著呢 那個營養補充劑法 就是現在就沒有的 香港沒有的 那總之呢 就是所有的能夠 更改 生理系統功能啊 調節啊 那些東西 都叫藥物 包括食物啊 水果啊 水都是的 都是一種藥物來的 那還有一件事呢 就過去幾年來呢 政府就想推行這件事呢 就是醫療儀器註冊條例了 那所有有醫療有關的條例呢 就一定要有註冊的 那你表面看起來呢 就是挺對的 安全一點 是吧 但是你要了解到呢 在過去醫學歷史上呢 因為有這些這樣的條例呢 是令到有些醫療的工具 自然的醫療工具呢 是被人打壓了的 因為如果你沒有條例呢 政府沒有辦法 將這些有效的工具打壓它 如果它是有這些條例呢 那它很簡單 它不通過 不讓你註冊 你就不能用 你就不能用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原因呢 現在的醫療問題呢 是出現這麼嚴重的問題 因為呢 地球上有很多很多有效的醫療工具 有很多安全的有效工具 有很多儀器是有效的 但是因為 這個地球上很多這些的法例 香港已經一部分已經有 但是其他在外國呢 很多已經全面出行了的了 所以呢 在某個程度上呢 是令到那些人呢 是沒有辦法有一個全面的 醫療保健的選擇自由了 那就是說呢 就算我們有第一項目 第一個項目呢 就是那個 用那個採取那個 個人保健的儲備 個人保健儲備金的制度 自己給錢 除非你真是窮到 是沒有辦法沒有能力 是 政府會幫你的 但是呢 單是這個度不夠 因為很多的醫療的選擇方面呢 我們只是因為被現時的那些醫學的條例規範了 是局限了的 所以呢 如果我們要改善這兩樣東西呢 其實呢 在這兩個方向你一定要走得足 好 好了 醫療選擇 為什麼會被禁止呢 是沒有可能要禁止的 但是現在我們的法律呢 是禁止了 你是沒有辦法得到這個正確的資訊呢 是拿到新的東西 好了 如果 我們能夠實行到一個醫療制度呢 是包括這兩個主要的元素 自己全盤為自己的健康負責任 即是說呢 自己給自己的錢 就經過這個個人保健儲備金 第二呢 將那些惡法呢 全部呢 刪除它 讓一般人呢 是有自己呢 機會呢 嘗試選擇到不同的醫療方法 好了 好了 在這種氣氛之下 這種環境之下 錢是你的錢的 你會不會找一些方法 對你身體是沒有效的呢 是 浪費錢是沒有效的呢 你不會的 知道嗎 每個人都會盡辦法 為自己找到一些最有效的方法 所以政府為什麼這麼大問題 就是 為什麼會 就是 不用帶頭的了 人類的基本的求存 求生 求健康的本能呢 是會將它整個醫療制度問題呢 是徹底解決了的 嗯 OK 那希望呢 這個的建議呢 在2008年 在那個立法會競選轉港呢 我已經詳細寫了出來的了 那大家如果是有興趣的呢 可以再回去參考啦 www.betterhongkong.com OK 中文版 英文版都有的了 那其實說真的來說呢 人類的問題呢 往往為什麼持續解決不了呢 是很多時候呢 是因為很多既得利益的人 嗯 從中阻攏 OK 但是我在說的是人類的健康 人類的生命嘛 那我們怎麼可能呢 是為了要照顧既得利益的利益 而令到那些人是無謂犧牲 無謂病 無謂慘死呢 很好啊 這個就真的呢 可以呢 全面解決到我們健康的問題 其實也是的 就是 全世界 全地球的那個醫療制度呢 都是用著這個第三者付款的方法 那些東西的時候呢 真的不見到有改善 還要令到那個疾病的患病人呢 愈來愈年輕化 各樣東西的時候 那不斷不斷增加那個的醫療的開支 那些納稅人也都要不斷不斷這樣呢 是注資進去 但是也都不會解決到那個方法 因為也都是 就是在那個制度上面 很多條例上面呢 是局限了 有效的方法 沒有能被人採用到 沒錯 相信每個人呢 都不希望自己呢 是病很久的 都希望呢 哇 一有病的時候呢 都希望呢 快快脆脆呢 就是好回來 解決到它 不是希望呢 這樣一邊拖著拖著下去 這樣來生活的 但是 如果沒有一些是有效的方法呢 那只有呢 不斷這樣 那些市民呢 那些病人呢 就是一邊在那裡受苦 那些資源也都是 濫用了下去 OK 好 多謝了袁先生今天跟我們的分享 我們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做的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尋 自然療法與你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了 好 今天謝謝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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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